好几名民众身穿白色隔离衣 双手被一旁防疫人员压制 胸前还挂着一张醒目的个人头像 在公安监督下大庭广众被迫有接示众 中国网友推特分享影片指出 在广西近西市 这群人涉嫌运送他人非法入境 导致疫情蔓延 违反边境防疫措施 但网友不认同 游街示众的做法 痛批太羞辱人 根本是文革式防疫 另一段影片甚至看到当局用运租车 装载违规者 红色车辆外观大大写着 近西市2021年设编列案件现场承接活动 同样引发热议 中国防疫出了名的严格 但部分手段掀起民众不满 直言声浪 连其他中国媒体看了也直摇头